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各位线上的弟兄姊妹早安 各位线上的弟兄姊妹早安 欢迎来到2003年的第一次的神道 欢迎来到2003年第一次神祷 我们来到四诗纪的第五章 我们读四诗纪的第五章 迪波拉之歌 迪波拉之歌 用这一首迪波拉之歌作为这一年的开始 迪波拉之歌作为这一年的开始 我觉得也蛮特别的 我把题目叫做黑暗世代你当兴起兴起 我将题目叫做黑暗世代你当兴起兴起 这是一个黑暗的世代 这是一个黑暗的世代 在经文里面在我们现在都是一样的 经文里面和我们现在都是这样 那我们讲兴起兴起是因为 经文里面是这样说的 我们讲兴起兴起是因为经文里面是这样说的 第七节 第七节 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 只等到我迪波拉兴起 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 直到我迪波拉兴起 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 这里兴起出现两次 这里兴起出现两次 十二节 迪波拉兴起兴起 你当兴起兴起唱歌 十二节 迪波拉兴起兴起兴起 你当兴起兴起兴起唱歌 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 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 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 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 这个奋心其实就是第七节的兴起 这个奋心就是第七节的兴起 所以我们讲你当兴起兴起的时候 它是包括两个意思的 所以我们讲到你当兴起兴起的时候 是包括两个意思的 它是两个字 是两个字 第一段一到十一节 第一段一至十一节 黑暗世代领袖要站出来 黑暗世代领袖要站出来 这个是第一个兴起 这个是第一个兴起 第七节说的迪波拉兴起 第七节讲的迪波拉兴起 以色列官长停止 只等到我迪波拉站出来 以色列官长停职 直到我迪波拉站出来 就是这个社会搞成这样子了 就是社会搞成这样了 这个时代搞成这样了 这个时代搞成这样了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今天我要先跳着讲 讲这个背景 然后我们再进去 我今天要跳着讲这个背景 才要再进入 就是为什么会 就是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 是官长停职的时代呢 是官长停职的时代呢 就是没有领袖啊 就是没有领袖 没有人在管啊 没有人管 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社会有很多问题 好像有人在负责 又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好像有人负责 但是实际又没有 你以为这些官长有很认真在解决问题吗 你以为这些官长有很认真在解决问题吗 其实根本就没有 其实根本就没有 根本实质上呢 他们是没有方寻的 实际上呢 他们是没有方寻的 所以他讲到官长停职 所以讲到官长停职 讲到这个大道第六节 在亚拿兹子三家的时候 又在亚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 都是照道而行 第六节讲到 在亚拿兹子三家的时候 又在亚裔的日子 带到没有人行走 都是妖道而行 就是不敢走大马路啊 就是大马路上面没有人敢走 大马路危险啊 大马路危险 所以走小路比较安全啊 所以走小路比较安全啊 如果你有去过纽约 你就会知道说会有黑人区嘛 如果你去过纽约呢 你就知道有黑人区 黑人区你就晚上就千万不要经过 黑人区呢 你晚上就千万不要经过 不然警察救不了你的 如果不是呢 警察都救不了你 其实没有人可以救你的 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救你 你就是要绕着走 你就是要绕着你 那你说警察到哪里去了呢 警察一直都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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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没有封信而已 只是你没有封信而已 在迪波拉时代就是这样子 在亚拿兹子三家的时候 在亚拿兹子三家的时候 士师三家在的时候 士师三家在的时候 就是有士师啊 就是有士师啊 有士师 有士师可是你还是不敢走大马路啊 有士师但是你都不敢走大路 所以治安是很差的 所以治安很差 然后官长停职啊 治安很差 官长又停职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然后整个国家呢 就被这个 被仇敌压制了二十年了 整个国家被受敌压制了二十年 上一章有提到 上一章有提到 然后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呢 第八节 这边讲到说 以色列选择新神 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 这里讲到 以色列人选择新神 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 外表看起来呢 就是官长停职 是大道无人行走 外表体就是官长停职 带路无人行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 在信仰方面出问题了 实际在信仰方面出了问题 以色列人选择新神 以色列人选择新神 以色列人拜偶像 以色列人拜偶像 这个选择新神 他到底选什么 他选择新神 到底是选择什么呢 教会中 会不会有选择新神 教会中是否有选择新神 你说没有 你说没有 怎会有呢 怎会有呢 我们没有拜偶像 对不对 你们没有拜偶像 对不对 我们没有拜偶像 对不对 我们没有拜偶像 对不对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呢 我有一次跟一个姐妹聊 有一次我跟姐妹聊 她就是腰就很 就是腰没有力量很不舒服 就是她腰就没有力很不舒服 那我举个例子是个别例子 大家不要过度推演 我举一个个别的例子 大家不要想太多 不要说腰痛就是这个问题 不要做过度的极端的联想 不要过度极端的联想 腰痛就是这样 总之我就领受说 你这个应该是有这个 就是因为真理的带子束腰嘛 我领受说 因为用真理的带子束腰 所以我就 你腰没有力量 你这个真理是有问题的 你腰没有力 应该是真理有问题 当然有可能是你没有运动 肚子肥胖 腰部肌肉没有撑起来 有可能的 那当然有可能你没有运动 所以腹部没有肌肉 所以就没有办法 总之我当下就说 你 你是不是有一些算命等等的事情 看面相等等的 是还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 那我当下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还有一些看相 算命 这些的心思意念在你心里面 他就说对 他说是 他说其实我以前有去学那个 就是写字可以看出一个个性 命运这些 他说我以前有做过写字 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命运 然后看他的脸的脸相 来判断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看他的面相 就判断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他说我现在还是这样 他说我现在都是这样 信主很久了 我信了主很久了 所以他 那你说他用这个 他做这个要做什么呢 这个用现在比较专业的术语叫白巫术 现在用专业的术语就是白巫术 就是他不是要害人 但是他要保护自己 就是他不是害人 但是他要保护自己 他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他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这个就是心神 这个就是心神 就是我们跟随神 神会用他的话指引我们 就是我们信神 他会用他的话来指引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选 我们为什么要选心神呢 我们为什么要选心神呢 因为耶和华神会管我们 因为耶和华神会管我们 他要我们圣洁 他可以叫我们圣洁 要求很多 要求很多 很烦 很烦 不如来选这些吧 不如就选这些吧 这些呢比较简单 这些比较简单 这些比较简单 这些很具体 这些很具体 拜这个神会丰收 那我就拜他吧 拜这个神可以丰收 那我就拜他吧 拜这个神有爱情 我就来拜他吧 拜这个神有爱情 那我就拜他吧 拜这个神有爱情 不灵就把它换掉 不灵就换掉 听说这个也是 这个 这个 另外一个神 他也是 也是能够让人丰收的 那我就改拜新的 那么听说 另外一个神 都会叫人丰收的 那我就改了 拜了几年 发现又不灵 再拜另外一个 拜了几年之后 法国不灵 那我就拜另外一个 其实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我们不要神管我们 就是我们不想神管我们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要努力 财富 学识 爱情 等等的 我就是努力 学识 财富 爱情等等 而且是我决定 而且是我决定 听说你有效 我就来拜你 听说你有效 我就来拜你 就是选择新神 就是选择新神 忘记拯救我们的主 忘记拯救我们的主 所以征战的事就临到了 所以征战的事就临到了 然后临到之后呢 他说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 岂能见盾牌枪矛呢 接着他就说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 岂能见盾牌枪矛呢 就是没有枪跟矛 就是没有枪、没有矛 没有盾牌 没有盾牌 就是武器很差 就是武器很差 武器比仇敌差 之前讲到仇敌有铁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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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不敢去打 所以就不敢去打 不是有铁车打输了 是不敢去打 不是有铁车打输了 而是不敢去打 其实肯打就会赢的 其实肯打就会赢的 现在也是一样的 现在也是一样的 简单说就是铁器的时代来临了 简单来说就是铁器的时代来临了 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掌握到这个技术 但是以色列人不要掌握这个技术 所以在四世纪里面几百年都是这样的 所以在四世纪的几百年里面都是这样的 这个状况甚至到薩摩尔年代也是一样的 这种状况去到薩摩尔年代都是这样的 接着到扫罗年代都是这样的 去到苏罗年代都是一样 就是整个以色列只有扫罗跟约纳丹 他是有可以拿那个枪的 就是整个国家里面 只有扫罗和约纳丹可以拿枪的 就是数百年来 以色列人没有掌握到铁器这个技术 就是几百年以色列人都没有掌握铁器的技术 武器不好又不依靠神就变成这样了 武器不好又不依靠神就变成这样了 这整个大时代是这样的 大时代就是这样了 所以国与国之间就被欺负了 所以国与国之间就被欺负 然后其实有时候仇敌没有欺负 是自己的盗贼在欺负自己 有时候不是受敌欺负 是独察来欺负 好 这个根源是因为在信仰层面出问题 这个根源是因为在信仰方面出了问题 这是大时代的状况 这个大时代的状况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段黑暗时代领袖要站出来 第一段黑暗时代领袖要站出来 领袖要站出来 领袖要站出来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对 某某某某要站出来 那大家会想 对 某某某要站出来 你不要妄想 你不要妄想 你就是要站出来 你就是要站出来 你站出来你就是领袖 你站出来你就是领袖 你不是最早信主的几个吗 人家已经为你祷告了这么久 让你成为你家族信主的第一人 人家已经为你祷告这么久 叫你成为你家族信主的第一人 或者成为你公司信主的第一人 或者成为你公司信主的第一人 或者是前面几个人 或者是前面那几个 你都不站出来 你都不站出来 没有人站出来 没有人站出来 这就是底某某在这边讲的 这个就是底某某在这里讲的 男人都跑到哪里去了 男人都去了哪里呢 吃东西的时候饭就吃很多 吃饭的时候就吃很多饭 但是要打仗就不敢 一打仗就不敢 所以才会搞到第七节 直等到我底某某的兴起 所以才会搞到第七节 直等到我底某某的兴起 就是没有一个男人站出来的 就是没有一个男人会站出来 男人你在哪里 男人你在哪里 领袖你在哪里 领袖你在哪里 那女人也不要怪男人的 那女人都不要怪男人 对 男人就没用 男人就没用 对啊 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 那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 那你就要出来 那你就要出来 所以只等到我底某拉兴起 所以直等到我底某拉兴起 所以我们对这个环境 没有什么盼望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 怎么会社会搞成这样子 你觉得社会搞成这样子 怎么公司搞成这样子 怎么教会小组搞成这样子 为什么教会小组搞成这样子 你要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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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站出来 问题不会解决的 你不站出来 问题不会解决的 你会想 可是我是女人 你会想 可能就是我是女人 你会想 我其实只是个弟兄姐妹 我也不是小组长 你可能会想 我只是弟兄姐妹 又不是小组长 你就起来成为小组长 那你就起来成为小组长 你说我只是一个 没有什么组员的小组长 你可能说 我这个小组长 那我们就好好传福音牧养 那我们就好好的地 去传福音牧养 你为神做 神就加力量 你为神去做 神就加力量 所以这是整个大时代的缩影 所以这是整个大时代的缩影 对迪波拉来讲 他就是看见神的作为 对于迪波拉来说 他就是看见神的作为 他跟神可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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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看到 这个经文 他看到 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 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 这是个多美的图画 接着他看到 以色列中有军长宿领 百姓都甘心牺牲自己跟随 这是个美的图画 但是他说 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 但是他们说 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 这是神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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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这些都是神做的 他知道这些都是神做的 但是神需要器皿 但是神需要器皿 神需要领袖 神需要领袖 男人不行 女人就站出来 男人不行 女人就站出来 不然你就跟你的男人一起陪葬 无论是四十年八十年 就是这样 所以要领袖站出来 神才能做工的 所以领袖站出来神才能做工 他看到耶和华 降临的光景 他看见耶和华 看见文的光景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 第五节 他知道神是在的 他知道神在的 他知道神感动他的 所以他就站出来 所以他就站出来 我们看第二段 第二段从十二节开始 第二段从十二节开始 到三十节 到三十节 十二节 我把它叫做黑暗世代 领袖要醒悟过来 我叫做黑暗世代 领袖要醒悟过来 这边是迪波拉兴起兴起 这里讲到迪波拉兴起兴起 你当兴起兴起 你当兴起兴起 这边兴起跟前面兴起不一样 这里兴起跟前面兴起不同 前面兴起是说你要站出来 前面兴起说你要站出来 你要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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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起来 这个比较是行动上的 这个比较是行动上的 这边兴起讲的是你要醒悟过来 对迪波拉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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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想说 那男人呢 男人呢 他一直都想 男人呢 男人去了哪里 怎么没有一个男人出来 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出来 没有男人出来 老公你出来吧 没有男人出来 老公你出来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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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男人好像从俄陀涅开始 就已经是这样了 这个男人呢 从俄陀涅开始 就好像已经是这样了 第一个是俄陀涅 把希伯仁打下来了 第一个是俄陀涅 把希伯仁打下来了 然后接着又被仇敌 压制了八年 他才又出来 然后被仇敌压制了八年 他才再出来 就是老婆早晚睡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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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出来 你是我们的希望 讲了八年他才出来 就是老婆呢 夜娥夜娥 说你是我们的希望 说了八年他才出来 这边呢 迪波拉可能也差不多是这样 这里迪波拉可能也是这样 他可能 前面十年再找 有哪一个男人可以出来 可能前面的十年 找哪个男人可以出来 后来就很失望了 后来就很失望了 这是我自己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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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十年就开始讲 想要把自己的老公推出来 第二个十年就想把自己的老公推出来 他发现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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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觉悟了 他就觉悟了 醒悟了 醒悟了 这边就说迪波拉兴起兴起兴起 这里就说迪波拉兴起兴起 就是迪波拉说我觉悟了 我觉悟了 然后他说你们也要觉悟 他说你们也要觉悟 你要兴起兴起 你要兴起兴起 你要觉悟 你要觉悟 然后你觉悟之后 你觉悟之后 巴拉才能奋心掳掠敌人 你觉悟之后 巴拉才能奋心掳掠敌人 就是你醒悟了 巴拉才能站出来 巴拉才能站出来 就是你叫巴拉 巴拉就不想出来 就是你叫巴拉 巴拉就不想出来 那你刚才说 可是我领受上帝叫你出来 但是你说我领受了上帝叫你出来 那我猜迪波拉可能是这样想的 我猜迪波拉应该是这样想的 你这个没用的男人 你这个没用的男人 我来吧 我来 如果我出来 你才肯出来 那我就出来 如果我出来 你才肯出来 那我就出 所以他就跟自己说 我要觉悟 我要觉悟 所以他就跟自己说 我要觉悟 你们也要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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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男人是头 对 男人是头 但是他就瘫在那里 但是他就瘫在那里 他就被工作捆绑 他就被工作捆绑 他在职场里面 他也没有办法走出来 他在职场里面 都没有办法走出来 我知道要祷告 我知道要祷告 他就没有办法祷告 但是他就没有办法祷告 你不也是也为他祷告很久了吗 你也不是为他祷告了很久了吗 你是不是应该觉悟了 你是不是应该觉悟了 你就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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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的灵激动你 因为神的灵激动你 你顺着这个灵 你就照着神的带领去做 你顺着这个灵 照着神的带领去做 当然我们需要装备的 当然我们需要装备 好像迪波拉之前 他已经做事师了 就是他在很多的诉讼里面 人与人的纠纷里面 他明白神的法则 他在很多造仲里面 在人与人的纠纷当中 他明白神的法则 就是他知道这个纠纷应该怎么处理 他知道这个纠纷应该怎么处理 那个纠纷应该怎么处理 那个纠纷应该怎么处理 而且大家觉得他讲得很好 而且大家觉得他讲得很好 其实他是圣经很熟的 其实他圣经很熟的 他不是只是那个灵驱动 他就往前行的 他不是只是那个灵驱动 他就向前行的 所以我们需要被装备的 所以我们需要被装备 然后呢 就是神会一步一步地加力量在你的身上 神会一步一步加力量在你的身上 但是这里面呢 是有你要觉悟的 但是这个当中你要觉悟 就是你要先觉悟 然后接着你才能够站出来 你要先觉悟了才能站出来 然后你就会影响别人站出来 接着你就会影响别人都站出来 最后全部人都站出来 最后全部人都站出来 最后官长跟百姓都甘心牺牲自己 接着呢 百姓官长都甘愿牺牲自己 神透过你就可以成就整个世代他要做的事情 神就通过你可以成就整个世代他要做的事情 虽然呢 就是有一些人还是不跟的 虽然呢有些人都是不跟的 好 这边讲到有各种不同的状况 这里讲到有各种不同的状况 有很多的支派他们是跟的 很多的支派是跟的 但是旅边支派呢就不跟的 但是旅边支派呢就不跟的 但旅边支派呢就不跟 旅边就 旅边也蛮特别的 旅边也很特别的 旅边也很特别 十五节 在里面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自的 十六节 心中设大谋的 十六节 心中设大谋的 就是很为规划 很有志向的 就是很懂得规划 很有志向 但是他还是坐在羊圈内 听群中吹笛的声音 就是他是一个领袖 就是他是一个领袖 但是他顾着自己的羊 但是他顾着自己的羊 甚至 就是忙着自己的事业 就是忙着自己的事业 简单说就是讲起来天下无敌 讲就是天下无敌 我跟你讲现在疫情发生什么问题 各国政府他们这样做是哪里有问题的 那现在疫情是什么问题 各个政府他们现在这样做 他们有什么问题 这个气候为什么会这样呢 讲起来就是天下无敌 讲就是天下无敌 就是心中有大志有大谋 就是心中有大志有大谋 讲完之后继续去忙着自己的事业 讲完之后继续忙着自己的事业 旅变之派 旅变之派 既变之派 基列人就是马来西的半支派 基列人就是马来西的半支派 就是在约旦河东的 就是约旦河东的 包括加德之派 包括加德之派 他们好像远离战场事不关己 他们好像远离战场事不关己 但人在船上做生意 带人在船上做生意 忙着国际贸易 忙着国际贸易 亚瑟人应该是买楼 然后那个楼是靠海的 海景很好 在那里安居 亚瑟人应该是买楼 海景楼 在那里安居 所以有一些人是不跟的 所以有些人是不跟的 当然神也会咒诅他们的 因为事不关己 他们自身事外 他们是蒙神咒诅的 他们是蒙神咒诅的 我们要起来跟上神的脚步 我们要起来跟上神的脚步 不要期待别人 不要期待别人 我讲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我讲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01年辞掉工作的时候 我01年辞去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我父母信主是很难的 我觉得我父母信主很难的 根本差不多到不可能的状态 已经去到不可能的状态 我记得我跟神讲一句话 我就交托了 我跟神说 神这件事情我办不到 我跟神说 这件事我办不到 如果你做得到 我真的佩服你 如果你做得到 我真的佩服你 我就会这样跟神讲 我就是这样跟神讲 其他的我来 其他的我来 这个事交给你了 这件事交给你 总之你要我心服口服 就是办这件事了 总之你叫我身服口服 你就是办这件事了 这是21年前 大家不要学我 现在是2023 现在是2023 后来台北六一成立 后来台北六一成立 我姐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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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拍拍手 我就鼓掌 应该他们可以搞定我爸妈的 应该他们可以搞定我父母 又等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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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前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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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回台湾了 我就回台湾了 我想疫情中回去很难得 我说疫情中回去很难得 如果这次爸妈可以去教会崇拜 那就很感恩 继续把任务交给台北六一 就是别人 就是别人 结果我去 不知道为什么 就遇到3加3 但是我去 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遇到3加3 不是现在的 不是你们听的3加3 是三个礼拜隔离 去三个礼拜隔离 回来再三个礼拜隔离 不是你们现在听的3加3 是去到三个礼拜隔离 回来又是三个礼拜隔离 然后 所以 崇拜 全部停的 台湾崇拜全停的 台湾的崇拜都停了 我想说我爸妈不能够去 那我就说 我爸妈都去不了 我就隔三 我来回三个礼拜 中间两个礼拜 一个月 三加三加二 两个月就过去了 我头尾就是三个礼拜隔离 中间两个礼拜 就八个礼拜了 八个星期 两个月就过去了 然后我就越想越不对 我就越想越不对 然后我要回香港 又隔三个礼拜 我回香港又要隔离三个礼拜 我回香港又要隔离三个礼拜 我回来人家就问说 你这次怎么样 你这次怎么样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要崇拜 没有崇拜 要崇拜 又没有崇拜 想去学房看神学生 学生也没有来 想去学房看神学生 学生又没有来 我这次到底 撈到什么 我这次到底赞了些什么 而且我很生气 而且我很生气 为什么神不跟我讲 为什么神不跟我讲 就在那边 兜兜转转 在那边兜兜转转 我后来又决定了一件事 后来我决定了一件事 我一定要拿一些东西回香港 我一定要拿一些东西回香港 最后想来想去 就想到家里 拜的偶像 最后想来想去 就想起家里拜的偶像 我一定要把你拆下来 我一定要拆掉你 就是你发现没有人可以靠 你就发觉你真的没有人可以靠 然后我记得6月10日 我姐姐请假 就是陪父母去医院 我记得6月10日 姐姐请假和父母去医院 然后我跟她说 你明天再请一天 我就跟她说 你明天再请多一天 我想拆偶像 我想拆偶像 他就半信半疑 他就半信半疑 但是弟弟是牧师 他就好 那就再请一天 那弟弟是牧师 那就请多一天 那就跟父亲沟通了5、6个钟头 就跟父亲沟通了5、6个钟 就把她拆了 就把她拆了 我就 我就 我觉得 就跟这个经文一样 我觉得就跟这个经文一样 你要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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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站出来 你要站出来 不要期待别人 不要期待别人 没有别人 就是你 就是你 站出来 站出来 事情就解决了 事情就解决了 40年的安舒就会来到 40年的安舒就会来到 一个世代的平安会领导 一个世代的平安会领导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靠神帮助我们 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神啊 神啊 你已经奸选我们 你已经预备我们 还有让我们开口 去宣告你的救恩 要临到全地 Amen Amen 让我们站立 我们一起去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宣告 神的爱 神的掌权 要再一次临到这个黑鸭的世代 Amen Amen 神也监选我们 神也预备我们 带着神的爱 宣告盼望在这世代 你走着大行李 赤耳尖卑聆听 远遂它交通 照顾应传到世界提起 神医见证我们 神医预备我们 带着神的爱 全高奔望在这时代 领受这大使命 诚而谦卑聆听 远遂它交通 照顾应传到世界提起 旧学在歌诗和 带着初爱 纵遍世界各地 我们所爱之的万民 都要回向你 就是这个时刻 带着春花 照亮黑暗之地 大声学到远速 始终万国 都尽来你 神医见证我们 神医预备我们 带着神的爱 带着神的爱 全高奔望在这时代 领受这大使命 诚而谦卑聆听 跟随它交通 照顾应传到世界提起 就很厉害 就在这个时刻 带着初爱 纵遍世界各地 我们从它之地 万民 都要回向你 就是这个时刻 就是这个时刻 带着初广 照亮黑暗之地 大声学到耶稣 始终万国 都尽来你 就在这个时刻 带着初爱 纵遍世界各地 我们所踏之地 幻灵都要回向你 就是这个时刻带着晨光 照亮黑暗去你 但是想要耶稣是处 万国都敬拜你 大姨姊妹我们是神的发声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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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呼喊的时候 成长要为我们倒架 Amen 我们是你的白信 祝你是我们的神 祝你是我们的神 用赞美打开城门 祝你是我们的神 祝你是我们的神 你祝你是我们的神的上海 祝你周恩的道路 祝你百姓 祝你父心 祝你是我们的神的身上 祝你祝你是我们的神的呼勇 那你生鱼能明显 如同的水 念不出你 不喊吧 不喊吧 向你百姓不喊吧 你和话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道道的身影 不泻心 直到我们 看见复兴 来来 复喊吧 复喊吧 向你百姓复喊吧 也和话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伤美的身影 不泻心 如同的水 念不出你 不喊吧 向你百姓不喊吧 也和话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道道的身影 不泻心 直到我们 看见复兴 让道道的身影 不泻心 只要无能 看见复兴 神啊 我们赞美你 神啊 我们赞美你 你是为我们贞战的神 是为我们攻击勇士 努力敌人的神 神啊 我们要赞美你 我们要呼喊赞美你 帝兄姐妹 我们真是为了 我们当中的教会 有君掌述令 也有百姓甘 牺牲自己 我们有器皿 我们为了你一齐 也为了神在我们当中 作成美事 我们去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去呼喊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去同心去赞美 我们为了你 主 让我们同心合意 来到你的面前 祝你 让我们真的向你说 主 我们会议 今天是我们会议你的日子 愿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 为了教会每一个的领域 每一个小组长 每一个的帝衔子 能够这样会议 我們獻上感恩和感謝哈利路亞 祝贊美你 祝贊美你 興起我們每一個 興起我們有牧師 我們有同工 有小組獎在我們當中 若我們興起發財 在新的一年 新的開始裡面 你提醒我們在當中有興起 興起因為你要揀選我們成為大領袖 祝贊美你 祝老師 我們為六一向你獻上 感謝和讚美 因為六一是一個小組長的教會 祝贊美我們是一個小組長的教會 是一個領袖的教會 祝贊美你 祝贊看見我弟兄姊妹 都有一個甘心跟上的心 祝贊甚至捨了自己他們的願意 非財非利 祝我向你獻上感謝和讚美 你們應當送贊耶和華 你們應當送贊耶和華 是的 我們把榮耀歸給你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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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我們獻上感恩和讚美 神你真是配得我們跟隨 神你看重我們 神你看重你所做的 等姐妹我們看不看重 神所看重 在這個黑暗世代的裏面 我們的心是怎樣 我們有沒有感覺 我們有沒有沮喪 我們有沒有難過 我們有沒有被激動 看見我們自己的家族 看見我們的城市 看見全地在黑暗的裏面 我們有沒有感覺 我們要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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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導悟 有很多批評論斷 我們的大謀大志 有沒有被神去用 我們是不是單 只是忙於貿易 自己的功 自己所看重的 还是我们好像下期那样 安日 事不关己 这些是世界的事 这些是神的事 我无能为力 弟兄姊妹 无论你现在在教会 还是你在线上 我们一起来 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圣灵求你 主要让我们看见自己 看见我们是不是紧紧跟着你 圣灵求你向我们说 求你的光进入 在这一刻进入我们每一个 灵类面 让我们认真看见全地的黑暗 这个世代的艰难 也让我们摸到自己的心境 我们的心态 我们有没有着急着你的事情 在黑暗的世代的里面 我们是不是忧伤 哀伤的去代祷 在黑暗的世代的心态 我们是在黑暗的世代的心态 我们是在黑暗的世代的心态 在心里面是有害怕 害怕失败 害怕真的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不能够去达 我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 好像被人觉得 觉得没用 废财 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觉得很多的限制 觉得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的时候 不如不要做吧 没关系 我宁愿安安份份 做一份工 就挺好 主人 但今天听到你的 你要看见 我要兴起 我要兴起 主要求你要 射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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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这个环境的限制 让我这个心 给你限制住 你不能在当中兴起 主谈你在当中的射难 on 神 你知道面对大环境的时候 心里面知道你掌权 心里面知道你同在 但是主要你知道 当我们面对大环境的时候 我们是会沮丧的 我们是会信不过的 主要你知道我们是咬牙签 这样去跟着你 主要你来帮助我们 当今天你再一次来 都跟我们说 环境有艰难 但是你是我们才要来到觉醒 主要你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自己的真相 主要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好像对着你一样 但是却是我们不知道 自己是用背脊来背着你的 但是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回转 与你面对面 觉醒与你面对面 在你站在你的面前 主要我需要你 主要我们需要你 在整个大环境的艰难 面对这些沮丧和失望的时候 主要我们需要你 我们今天就在来到你的面前 好像蒂波拉一样跟你说 我们会因你 我们会因你 我们需要你 主要你 神啊 我们是我们软弱 甚至我领受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弟兄姊妹 你对神失望 你遇到很多艰难 或者你曾经努力 但是你挫败 你逃避神 不想再去面对 但是今天神跟我们说 是指起来 是指站起来 环境很难 但是我们要立志 不是在于我们有能力 而是圣灵在当中 去帮助我们 圣灵在当中 去帮助我们 我的灵牙 应当努力前行 我的灵牙 应当努力前行 好吗 请弟兄姊妹 刀站起来 我们是用圣灵的 我们求圣灵 大大的充满我们 我们要用方言祷告 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 而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当中 去让我们能够兴起 让我们能够兴起 我们能够兴起 进入方言祷告 让你的灵星起过来 进入方言祷告 不要让自己再沉睡 进入方言祷告 进入方言祷告 祝给自己来 你想怎么办 让你的灵星起 热托 猝热 叫别马回 yank 有可能性起 脑破 と 原来 c 热托 大瓦 做 你的心情 心情歌唱 弟兄姊妹 神今次要選擇每一個領袖 我們每一個都是他立為領袖 無論在你的家庭裡面 無論在你的家族裡面 無論在你的公司裡面 在香港這個城市 甚至是全地 神都讓我們有影響力 我們是能夠的 我們是領袖 弟兄姊妹 如果你願意 今天你願意興起 你願意站出來 在你的家族面前站出來 在你的公司 在你的職場 在這個城市站出來 你帶著信心 你走出來 走到你前面 走到你前面 當你一路去敬拜的時候 當你一路去唱的時候 你就這樣宣告 我要成 我要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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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成為神的領袖 我要得力 我要信心 我要奮行 你一路出來的時候 你用信心去領受 精靈要降臨在我們的身上 神要為我們加力 神要為我們加力 是甚麼 我們是領袖 神要將力量給我們 神要將志願為華奴良的信心給我們 神要將志願為華奴良的信心 心起歌唱 我力氣起手 給神聽神我願意 神起歌唱 神起歌唱 我要心起 心起歌唱 我要心起 心起歌唱 我要心起 神啊 愿你的仇敌全灭亡 妹妹 爱的人如同日同出现 我会烈烈 神啊 愿你的仇敌 都这样灭亡 仇敌没因你而灭亡 爱的人如日同出现 神啊 愿你的仇敌全灭亡 你笑 recognise 神啊 愿你的仇敌全灭亡 ischen 愿你的仇敌全 repairs 一ям 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 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我们好久好久 成岛没有这样这么多人走出来 对不对 这是2023年的第一次成岛 所以我们怎么样成为领袖 委身在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我要把我们的教师呼召出来 监生牧师请你出来 来带领大家立约 委身在成岛里 我知道我们不只是弟兄姊妹 同工都是 我们在成岛当中 我们真的慢慢慢慢 我们是退后的 我们是滑落的 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当中 再一次来跟神立约说 我愿意委身在你的话语 我们需要祷告对不对 我讲一句大家跟着我讲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在新的一年开始 在新的一年开始 我要对你说 我要对你说 我要兴起 我要兴起 我要醒悟 我要醒悟 我要站出来 我要站出来 我要委身在你的话语里面 我要委身在你的话语里面 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 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 主我们 主�我们愿意 我们更愿意来释放你的话语 我们更愿意释放你的话语 主 祢來幫助我們 主 祢來幫助我們 主 祢要照著祢的話語 主 照著祢的話語 我們要被興起 我們要被興起 如同日頭出現一樣 如同一頭出現 在這個世代裡面 在這個世代裡面 光輝烈烈 光輝烈 聽我們禱告 聽我們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好 領袖第一件事情 就是興起代導對不對 所以我想要請我們的同工到台前來 你是同工你就到台上來 為什麼我要再呼召同工 我要讓他們被大家禱告 同工非常需要大家代導 可能我們義工會覺得 我們做很多事啊 有時候我們做的事比同工還多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同工所承受那個屬林的壓力 是很大的 他們是包底的 他們在靈界當中所要承受的 比我們都更多更大 所以他們很需要禱告 我們有兩百個同工 但是我給大家看 今天成島有多少人 我這樣說不是責備我們同工 我這樣說是告訴大家 我們同工很需要很需要大家的禱告 所以無論你在現場 無論你在現場 請你舉起手來 為我們同工禱告 我們同工也謙卑地說 我們需要的 我們需要被禱告 我們前前後後一體 我們才可以被興起 我們同聲開口 為同工來禱告好不好 哈利路亞 支持 支持 主啊 你看見嗎 弟兄姊妹支持同工 你看見嗎 你看見嗎 有人在為我們禱告 特別為牧師師母為策展來禱告 為我們的身體 為我們的靈力 在黑暗的世代當中 靈袖要興起 需要有人為靈袖禱告 還好 進步 祝啊 你看見了 仇敵 你也看見了 我奉別詩決定選擇 共擊教會 共擊同工的 所有黑人權是要完全地退去 讓我完全地退去 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有人为我们祷告 祝我们赞美你 祝我们感谢你 哈雷路亚 这样国中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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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人兴趣的影响兴趣 这样国中太平 从现在开始 这样国中太平 祝我们要看见那个太平的苗栗 这样国中太平 黑暗要完全退去 这样国中太平 暑光要出来了 这样国中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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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今天我们站在教会 站在你的讲台上 按着你的心意 主要我们立位祭司 站出来传讲你的话语 弟兄姊妹 心情为我们祷告 主要我知道这是一个对的次序 主要当我们进入这个对的次序里面 主要我知道黑暗就要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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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自序就要进入 主要你是那位有自有序的神 主要我们奉耶稣就会命宣告 主要你的自序进来 你的自权进来 主要耶和华 主要掌管这地 耶和华掌管香港 耶和华掌管中国 主要赞美你 施恩给我们 主要我的弟兄姊妹 进入到他们的社群 进入到他们的公私职场 家庭当中 成为领袖 成为生命树的领袖 主要他们带出生命 他们带出爱 主要他们带出能力 带下光 恩高他们 恩高我们每一位 无论在现场的 无论在现上的 恩高我们每一位 我们带着你的话语 满怀着盼望 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信 望 爱 恩高我们 圣灵充满我们 高摩我们今天所说的话 高摩我们今天所遇见的人 主我们要看见你的神迹 就在我们的当中 祝我们赞美你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我们把掌声给耶稣 哈利路亚 你跟格比德说 第一天的成岛 看见你真好 我们明天继续 我们明天继续 请不吝点赞美你